MN 剛剛煮的菜還是Kandace比較好 她一向都是熱淚系列 我只不過對西餐有不同形式 中菜我還是試吃 因為我們之前去過一些旅行 我們一起生活過 其實大部份時間都是他煮給我做的 因為他會很有主意 我們去到超級市場 我就喜歡很輕鬆 吃什麼都不知道 我幫他想好了 他就會全部收拾 其實我是動高腳等吃的 我覺得是因為跟他的性格 因為他有個妹妹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懂得照顧人 我也是有煮的 其實我也是很專一的 例如我煮東西出來之後 我覺得好吃 我就是這樣 不要坐 那你煮什麼最厲害 最厲害是 那個牛蛋飯 那個親子丹飯 那你們今年牛年 你們有沒有想過結婚的方法 你本來沒有什麼吃 我覺得也是那個 因為結婚 都是的 我覺得結婚一向都是在我的 list 我覺得是一定to do list 我先等他結婚 先嗎 對 那很大壓力 是你大壓力 我已經很大壓力了 對 他結我才結 是你才結婚 對 對 我一向都慢熱一點 你自己 因為其實被人問你很久 你很堅持你這樣下去 有 有 有 而且他已經是我的家人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家人 所以其實 我自己都會覺得 你說很多很逐套的東西 或者很傳統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我家人 又沒有給我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真的未必會 會說大體驗值 或者要搞很多很多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對我家人都很好 而且生活得舒服 對 所以他一紙分書 你都簽個名 家人吃飯 對 而且我們都是淫馬了 即我們淫馬了 我也會想的 因為我覺得 始終外國的感覺好像 開心一點 浪漫一點 對 因為你在香港結婚 好像都很容易讓人知道 對 當然就算結婚了 應該都瞞騙不到我們充滿的觀眾 我自己個人會覺得 我會著重那個質感 即大家當刻的感覺 還有可能到處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漂亮一點的環境 對 還有一種浪漫一點的感覺 我知道 你說要在巴黎跳拍下求婚 我說笑而已